哈喽大家好,可以听到吗? 大家如果可以听到的话,麻烦在这个评论区啊,给我打一个回复好吗? 好的,我看到咱们这边都说可以听到了,嗯,现在咱们参加的应该有,还是有不少咱们在墨尔本的朋友吗? 呃,这个应该今天是封城第几天,第五天了吧,明天我看应该是能够呃,就是有最后的消息决定这个封城是不是会延长啊, 呃,我刚刚也是在那个看各大媒体的消息嘛,什么的Australian啊,Horosan啊,Seven News啊,这些消息,基本上可以说是板上钉钉吧,就是这一次的这个封城是会延长,只是说呢,现在Cabinet是在讨论说这个延长,到底是延长多久,延长呃,七天还是说延长十四天,那我看一下说,现在当局说关于这一次病毒传播的, 因为他们拿到的数据还是比我们要更客观,更实际一些的嘛,然后我看那个新闻上面有在说,说这一次病毒传播的一个速度和形式是超乎于他们想象的,呃,他们就以这个 在South Melbourne 的那个Telstra就做了一个例子,他说以前每一次就是,呃,疫情传染的时候可能都是互相之间认识在workplace啊,或者在family里面,但是这一次呢,很多的传染啊,都是比如说在店里面看了一下手机,哪怕可能陌生人这种pass by,就擦肩而过,都会莫名其妙感染上, 所以我看这个当局的意思也是说,非常的这个迫切和紧迫啊,这个,这个是我刚刚一直在看的一个,各个渠道的一个新闻和消息,跟大家分享一下,那不管咱们是做工作,做投资,还是做生意也好,就是大家心里可以有一个准备嘛, 那,呃,今天呢,是六一儿童节啊,在这里呢,也是,呃,祝我们这个,今天晚上的这个,呃,网课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啊,六一儿童节快乐啊,不管我们现在是什么年纪啊,我们都应该想保持像孩子一样开心的一个心态啊,那昨天呢,中国啊,这个,我看,呃,这个政府呢,也是给了中国的小朋友们的最好的一个礼物啊,就是给这小朋友们啊, 呃,开放了政策,可以迎接下一个弟弟妹妹了啊,那我昨天朋友圈呢,也是被刷屏了啊,就是各种各样非常有才的网友们呢,也是拿这一次的三胎政策啊,来这个写段子啊,我觉得还蛮有趣的,那引申到,呃,我们在澳洲,咱们这个投资的朋友们呢,很多人包括,现在我也经常会有,受到一个咨询啊,就是这个AR啊,从去年差不多20块钱, 跌到了现在5块多啊,是蓝腰斩断又斩断的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在这一次的这个三胎政策的,呃,里面呢,AR呢,能不能啊,在这里的时候绝处逢生,那现在的这个抄底呢,是不是一个好时机呢,那我们今天就来简单的, 来,呃,解析一下AR目前面临的一个发展上的一个困境,以及它,呃,总的来说的一个发展,未来的一个优势吧,如果能够重新起来的话,这样子的一个优势在哪里? 那我这边呢,也是做一下免责声明啊,就是所有我们一般性的一个建议,并不构成您都个人的投资建议,所有您在做最终投资决策之前呢,要考虑到您自己的情况,那今天我讲的所有表达的内容呢,仅代表我自己的观点,不代表go market的观点和立场。 那公司简介呢,我们这边就简单概括一下,我们是98年成立于澳大利亚穆尔本,现在呢,在澳大利亚的悉尼都有直属的分公司,那像英国的伦敦,呃,还有这个阿联酋的迪拜,中国的台北等等都是有我们直属的分公司的,那我们现在提供的产品呢,像是大家平常在我们这边交易的外汇交易,黄金,白银,呃,铜,全球股指,然后英国和美国的石油, 数字货币,然后除此之外,还有澳洲和美国的股票,以及我们马上应该是这个月或者下个月马上要上线了香港的股票,然后呢,我们下个季度也会马上上线澳洲的,呃,几乎全部的,呃,股票。 所以到时候呢,呃,最近几周啊,如果大家对于我们港股投资感兴趣的朋友的话,也可以来跟我们具体咨询这个费用啊,以及这个能够交易的一个股票,好吧。 那我们也是呢,按照澳洲证监会严格的监管,有这个ISAC的这个监管牌照,呃,然后呢,呃,先股,先股也可以,但是得要到下,下个季度,对,然后我们的资金安全的隔离情况呢,也是按照澳洲证监会的一个要求, 我们把资金放在,呃,国民银行的这个隔离账户里面实行严格的客户资金分离制度,也就是说,我们公司的运营是完全没有办法碰击到客户的一个资金的,并且呢,这个账户还是每天跟银行和证监会进行每日的审购和结算的,那这个产品呢,这边也跟大家看到过,我们这边,呃,费率呢,应该说是属于市场上比较低的啦,呃,那除开费率呢,当然我们的服务呢,也是市场上非常卓越的, 啊,我们是连续两年被评为最佳的客户服务,嗯,那,呃,这个星期天吧,如果咱们是这个朋友们是这个足球迷的话,球迷的话,应该有看到,我们这个赞助的,呃,切尔西足球俱乐部呢,是,呃,拿了这个冠军啊,也是非常的开心啊,我们应该也是,呃,还是不错的这样子的一个呃,成绩,嗯,说没有声音, 咱们这边都听的还OK吧,我们这边我看到有人提问说没有声音了,如果没有人反应没有声音的话,那应该是您这边的问题,可能需要重新出去再,呃,这个关调再进来一下, 然后呢,刚刚一开始跟大家讨论说,关于这个这个三胎的一个政策,呃,为了应对目前人口的老龄化呢,在昨天呢,中共中央政治局呢,高召开了这个会议啊,就是一对夫妻呢,生,可以生育三个孩子,并且呢,要这个配套相应的支持的措施啊,那很多咱们的朋友呢,可能在澳洲啊,可能生活很多年了,没有太多的一个直观的感受, 那当然我自己呢,在澳洲也是生活了挺多年的了,所以对于现在国内的一些年轻人来说,就是试婚试育的年轻人来说,虽然我没有直观的一个感受啊,但是,呃,因为我身边的朋友,同学,差不多都是跟我这个年纪的,他们呢,正好在试婚试育的一个年纪啊, 所以通过他们的一个朋友圈,或者平时跟他们聊天啊,我也能直观的感受到,国内呢,对于现在,呃,女性生孩子,或者说站在女,因为我自己也是女生嘛,站在女性角度的生孩子来说,这个焦虑感是,呃,非常强的啊,那除开,呃,就是家庭责任上面,因为以前讲究男主外,女主内嘛,那现在来说,女生也是要出去工作,独闯,就是闯出自己的一片天下,那但是呢, 又承担了生育孩子的一个这样子的责任,那更不用说在职场上有可能会面临到的潜在的一些不公平,或者说歧视的这样子的情况,导致了呢,不说三胎了,很多,呃,夫妻可能连二胎都不太愿意生的一个这样子的情况,那,呃,我昨天呢,也是在这个朋友圈看到,呃,包括这个微博朋友圈,这个微博里面看到很多的这个段子啊,呃,就是关于这个 三胎的这个情况,第一个呢,我看还挺有意思的,叫民不聊生,现在呢,在现代三胎的这个政策下有了新的含义,是指现代人呢,因生活压力过大,没有生孩子的意愿,连聊一聊都不愿意啊,这个叫民不聊生,然后呢,还有一个,这个应景神户型啊,我们可以看到,一共呢,啪啪啪啪啪,四个这个房子,都是朝南的, 然后呢,跟这个,呃,跟个宿舍一样,呃,就是说全部都是给给给孩子住的,然后呢,有一个主啊,还是蛮搞笑的啊,呃,然后我刚刚看到呢,还有一个这个说,国家开化三胎啊,这个在微博朋友圈说,呃,8090后呢,独生子女,这两代人呢,因为我自己是作为90后嘛,那我自己也是独生子女, 我身边有很多很多的朋友啊,呃,都是同学啊,都是独生子女,那现在呢,他们被要求生二胎,生三胎啊,那即将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一对夫妻啊,要养四个老人,再拉扯三个孩子,那大家可能没有生活在国内,可能在澳洲,大家都有直观的感受,觉得说生孩子,生育孩子的,呃,这个资金压力还是蛮大的,那更不用说国内了,什么这个学区房啊,然后包括孩子互相,这个学校, 之间要课啊,练习班啊,什么简简单单的,简简单单的一节数学课,语文课,或者钢琴课,动辄五百六百八百的都有,尤其上北京或者上海这样子的一个大城市,然后呢,他说干到65岁啊,还没领上退休金就挂了,那专家能不能给这两代人发个劣势证,为国家而生,为国家而死啊,然后下面评论说,65岁还没死的话,还要带九个孙子和孙女啊, 然后这边呢,更搞笑的,这个淘宝呢,也是专门出了一个三胎必备的,这个以前是上下铺嘛,结果现在是成了三铺啦,三个铺子啦,妥妥的这个,呃,这个叫做什么,呃,软卧的这个,火车票吧,火车票我记得应该是,火车上面应该是三个,三个铺的,上中下嘛,妥妥的这个,火车上面的这个,呃,上中下三个铺啊,铺子, 那说完这些这个比较搞笑的,我们再来看一下说这个我刚刚提到的这个A2奶粉,A2奶粉呢,得益于昨天晚上啊,这个,呃,昨天这个三胎政策的发布呢,今天,呃,还算是有不错的表现吧,因为,呃,我看应该就百分之高的时候,应该有涨了百分之三点几,接近四吧, 然后最后收盘的时候,今天是收了百分之二点五的一个涨幅,然后收盘是收在五块六毛六左右的一个位置,那所以总的来说呢,呃,应该是最近来说,A2奶粉相对来说比较大的一个涨幅和比较利好的一个消息了,那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可以回顾一下A2奶粉刚刚上市的时候,那会是1415年,呃,15年左右,我们可以看一下listed on,呃, 呃,2015年3月3月31号这个时间上市的,那这个时候呢,呃,大家如果说,呃,有去关注的话,应该知道那个时候正好是中国开始实施二胎政策,我们可以看一下,我这边呢是专门去找了一下这个信息啊,指,你看2011年11月中国呢,呃,各地全面实施双读二海政策,就是指,如果夫妻双方啊,都是读 独生子女的话,可以生第二个孩子,我记得当时还是蛮多人叫好的啊,然后到了13年12月的时候,也就是基本上已经14年了,14年中国实施单独二海政策,即夫妻双方有一方为独生子女的时候,呃,独生子女的可以生于二海,那我们可以看到基本上是14年,那孩子一出生呢,就15年差不多这个时间啊, 啊,AR正好上市了,所以说这个时间点啊,可以说是契合的非常好,当时呢,AR呢,一上市从,呃,五毛钱吧,一路涨涨到七块八块,甚至十几块,可以说跟这个中国的二胎政策是根本离不开的,那,嗯,今天的这个表现来说呢,今天这个股价表现来说呢, 其实也是反映了这样的一个,呃,就是投资者对于中国三胎这个政策呢,改变对于AR带来的一个期望吧,那这张图呢,是从AR上市以来,15年上市以来的一个情况,我们可以看到,刚刚上市的时候的价格差不多是在五毛钱,那随着这个中国人口红利和出生红利啊,我们可以看到,在这样子的一个大的一个环境和政策环境之下呢,呃,中澳之间的关系, 在当时的时候也是属于比较好的啊,呃,出口到,呃,中国的不管是乳制品也好,呃,农产品也好,和呃,旅游留学等等相关都是在那几年呢,是有了一个突飞猛进的一个增长,那么可以看到这张图呢,也是从当时股价五毛钱一路涨到了去年啊,七八月份,呃,应该是七八月份吧,我记得没错的话,呃,对,七一月份,七月份左右最高点是,最最高点啊,是接近, 二十块钱,之后呢,就直接,直接是断崖式的下跌啊,我们可以看到从二十块钱呢,跌到目前的五块钱啊,几乎没有,呃,太强的一个反弹啊,那我们就来回顾一下,这期间呢,究竟到底发生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我们可以看到在去年的九月份,这里有一次呢,直接是跳空,然后呢,在十二月底一月份左右的时候呢,这边呢,也是有一个十四块钱到十块钱左右的一个价格的跳空,那再到今年呢,就是三月份这一次,从十块多一点点到九块钱的价格再跳空,再到上个月最近的七块钱到五块钱的一个价格的跳空啊, 可谓是,就是直接是连,呃,四连跳啊,跳水四连跳,那究竟发生了什么呢,有关注这个公司的这个,咱们朋友们应该也都知道,这个A2呢,从去年九月份开始啊,就一直发布了,关于疫情对公司业务和,呃,销售额影响, 以至于公司要下调2021年最新的一个,呃,呃,业务成长,应该说是业务量的一个,呃,预期报告吧,所以呢,这个业务的调整量呢,也是比较大的,因为这个疫情的影响,呃,导致了,呃,这个留学生啊,游客啊,等等代购渠道呢,受到打击,那A2呢,当时呢,崛起的这一部分,其实当时也是得益于,呃,这个中澳之间, 中澳之间的这个代购渠道,崛起导致了呢,他有很多的产品啊,可以进入到中国这个,呃,这个消费者的手里,但是现在呢,相当于这一部分人呢,一下子,呃,又没有了,所以导致这个A2在这一部分的这个业务,包括销售量的缺失来说,对他的这个整体公司的销售量来说,打击是非常大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之前每一次价格的跳空呢, 其实都是A2在,呃,每一次就是更新他的业务展望和预期,重新给到这个投资者,给到这个预期,呃,严重下调了他未来的一个预期,导致了股价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跳水,那另外呢,投资者关注比较少的,就是他关于这个高管离职套现, 因为一开始我们其实很多人都是关注的是,呃,关于他的这个,呃,下调盈利预期嘛,但是市面市场上很多人,呃,很多散户朋友还是不特,不是特别了解他,其实在这一段时间也存在高管离职套现的这样一个问题,其中呢,这个亚太区的负责人,这个Peter Nathan,这个Peter Nathan呢,应该是属于在A2的,呃, 而茁壮成长的过程中是属于这个相对来说比较传奇的人物吧,因为就是他呢,给予了这个个人散,应该是属于个人的这个代购,散客代购的很多,给了他们很多赋能啊,告诉,就是给了他们很多的机会,那也A2呢,也是靠着这一批的代购,呃,或者说个人代购成长起来的,但是呢,这个Peter Nathan呢,在去年的时候啊,也就是这个右边的,呃, Geoff Babbage,呃,这个Geoff Babbage,应该是怎么念的,Geoff Babbage,他离职没多久呢,他也就离职了,然后他自己本人呢,是从2020年,也就是去年8月的下旬啊,分了3批减持的价,75万股的股票,价值呢,差不多接近是在1400万澳元左右,那刚刚看了咱们刚刚那个图的朋友,应该还记得啊,去年差不多在七八月份的时候, A2呢,还是属于,呃,这个呃,最高的股价的,那可以说呢,他减持的时间是非常精准,是接近了A2美股的,呃,这个这么20块钱纽元的一个高位,因为A2是这个新西兰和澳洲是双重上市的嘛,所以他减持的,当时的这个股价也是算是这个比较高的一个位置啊,所以说是减持的机会, 这个时机呢,也是非常的精准,那另外呢,他的前CEO,呃,Jof Babbage呢,他也是在 8月份昨天呢,减持了这个套现了,接近差不多200万纽币的 A2的股票,那,呃,这两个人呢,应该算是在A2历史上,创造了比较辉煌的这个历史啊,他们俩呢,是携手把A2呢,从,呃,新西兰澳洲澳新地区呢,带到中国去,进一步拓开了中国的市场,呃,依靠中国的海外的一些代购,来打开了A2在这个散户投,呃,这个,就是整体的消费者,心中的一个地位, 但是呢,随着这个Jof Babbage呢,提前离职了,他现在好像是更多的关注到了他自己的一个投资的领域,然后他包括他自己也有做一些,呃,我记得应该是医疗还是生物之类的这个公司投资吧,然后预期可能也要上市,他走了没多久呢,Nason,Peter Nathan呢,他也是提出了离职,所以说应该说是,昔日曾经,呃,这个中流抵住A2的这个高管人士呢,都纷纷离职了,那现在新任的这个CEO啊,呃, 应该说是完全可能是不太一样的风格啊,我们可以接下来看一下A2在这个新任的这个CEO的带领下能有怎么样的一个,呃,进一步的一个表现啊,那 另外呢,也跟大家来提一提关于这个A2的这个危机和挑战啊,嗯,关于这个危机和挑战的前面呢,也跟大家提到啊,关于说这个受疫情影响,留学生和 呃,游客的带的渠道呢,也是受到了比较大的一个打击啊,啊,那这个呢,呃,就不用我多说了,那咱们大家看新闻啊,这些都应该有看到 另外一个呢,也是A2目前面临比较大的问题,这个呢,也是导致他5月10号发布公告之后,股价呃,直接跳水的一个另外一个原因,就是 中国母音店的渠道销售呢,现在已经出现了放缓,因为其实A2在中国的一个出售渠道来说,还是有比较多的,除开我刚刚讲到的这个个人代购渠道,还有电商啊,还有线下的母音店啊,等等 但是现在呢,中国的这个母音店渠道销售呢,已经出现了放缓,导致了他的存货过剩,所以A2呢,也是在公告里面提出啊,那之后呢,他会把主要的重心放在 这个消耗库存之后呢,也有可能会逐步减少,或者说降低A2的在这个母音店啊,或者说中国线上线下销售渠道的产品的品类品种,那来销库存 所以呢,这个也是导致了5月份股,这个股价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跳水的一个原因 那当然5月份另外的一个原因就是,跟这个印度疫情是分不开的啊 因为我记得刚刚开始,中国说是跟中澳关系开始恶化 然后包括疫情,这个澳洲国门关闭,没有游客和留学生可以进来的时候 当时A2的CEO说啊,我们可以把我们的市场由亚洲的其他国家,比如说是印度这样子的国家来弥补上 哎,结果呢,这个真的是就是,这个叫做什么,乌漏偏逢连夜雨啊 这个结果印度又赶上这个疫情爆发这样子的情况了 所以呢,导致呢,A2的股价又经历了一轮跳水 那第三点呢,这个对于这个A2的挑战来说啊,就是中国 因为中国它现在还是作为主要的一个A2产品的一个销售大国 中国现在的一个销售大国,那个消费大国来说呢 出现了持续内卷,内卷这个词的话可能很多人不是特别了解 怎么解释呢,就是内卷内卷应该是今年2021年非常流行的一个词了 尤其是对于中国的职场人士,或者说是有在做生意,做投资的人士来说 就是指呢,现有的所有的资源固定的情况下 你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才可以获得跟以前一模一样的资源 就跟,就打个比方啊,就是比如说 咱们这个小孩子在学校里边,在班级里面 原来呢,可能50个学生,然后呢,40个学生是可以升学的 那结果现在呢,还是40个学生 但是呢,这50个学生啊,大家开始实施的一直补课 花大精力,大金钱去补课补什么语术,英术,理化,奥术各种等等等等 那真的呢,还是40个升学的名额 所以呢,就是说,就是持续外部的资源有限的情况下 内部的竞争的越来越大 但是呢,这个收获的收益反而呢,还是跟以前一样 甚至说比以前更少 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呢,是国内非常流行 现在叫做这个内卷的情况 那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呢,也是导致了中国现在逝临逝婚的这个年轻人呢 也不太厌于去生孩子 所以导致呢,中国现在出生率也持续降低 那这个呢,对于像是AR奶粉来说 它的产品比较单一嘛 其实主要的利润率 因为它现在其实赚不了太多的钱呢 对于利润率高的这种母婴产品来说 应该是比较大的一个打击啊 那第四呢,就是电商直播销售平台大洗牌 那以往往期呢,我们经常啊 要可能是咱们在澳洲的华人来说 还是经常的一个保留的习惯 就是人找货这样子的一个购买的一个渠道 比如说我今天,哎,我突然想起来 我要去买什么东西了 那OK,那我输进去,去淘宝上面去找 我今天要去买什么奶粉 但是呢,经过去年 包括今年的一个疫情的一个挑战 和直播平台的一个崛起 那很多现在的人啊 平均每一天呢,放在手机上 花的时间是三到六小时 甚至时间更久 那绝大多数的时间呢 又是放在社交平台 或者说社交软件上面 所以现在呢,逐渐出现了 或找人的一个这样的一个销售渠道 所以很多人可能会是在 社交刷短视频的图中 看到了一个产品 然后这是我们这个叫做 即兴开始消费 或者即兴下单 那因为AR它之前的一个销售渠道 主要还是这个淘宝的天猫嘛 或者说京东等等 这样子的一个销售渠道 那现在电商呢,受到直播销售 比如说像抖音这种平台 有了一个很大的影响 很多人呢,都是做直播带货的 但是呢,在AR在这个方面呢 其实反而啊,它的销售的一个平台转化来说 反而没有那么好 就以最简单的一个例子 我们知道,其实现在拼多多的一个用户和群体来说 其实是远远超过了淘宝 或者说京东的一个用户群体的 但是呢,AR呢,始终没有转换到去跟拼多多 做这个电商销售平台的一个合作 所以呢,在这个方面的一个衔接呢 我觉得AR呢,可能在这个销售平台的一个转换来说 还是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 怎么说呢,没有跟上中国发展的一个潮流吧 所以这个呢,也是我提出来的一个点 关于它未来的一个挑战 能否跟上这个直播销售平台 重新抓住以前就是电商崛起的时候 类似于这样子的一个先机 那第五个呢,是关于未来疫情的不确定性 国境核实开放 那这个呢,不用我多说了 那第六呢,中澳关系持续恶化 这个我们身在澳洲的华人啊 应该也是感同身受 甚至呢,最近我看很多的公众号都开始发起了 说什么对华战争的这样子的字眼了 我觉得还是就是蛮这个 惊心动魄的啊 应该说是蛮惊悚的啊 这中澳关系持续恶化会恶化到这个程度吗 那对于AR这种乳制品的牛奶产品的来说 应该也是有比较大的一个挑战 那第七个呢,就是同类产品的同质化竞争 那我在右边呢,就直接po了一个这个雀巢奶粉 它呢,也是以AR,我们可以看到AR这个protein 就是AR蛋白的这样子的一个奶粉为噱头来做的一个产品啊 所以呢,其实对于AR奶粉它做的一个产品来说 其实是没有太强的一个护城河的 我们都知道它跟其他奶粉主要的一个区别 就是说它宣传的是说它没有AE这样子的一个成分 的蛋白质更好吸收 然后更营养,巴拉巴拉这一类的 但是呢,它其实对于其他的传统的乳液 或者说类似于美赞成啊 或者说类似于像这个雀巢啊 这种乳制品的一个巨头来说 他们要想要进入这个细分市场 更是没有任何的这个护城河 所以呢,它随时可以推出来这样子的产品 那这种来说呢,对于像是AR这个产品 它主打这一类产品 AR这个产品起家的这样子的品牌来说 也是非常不小的一个打击啊 那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 目前呢,我能想象得到的呢 AR在之后呢,会面临的一个危机和挑战了啊 那接下来呢,AR呢,也要谈一谈它的一个优势和一个机会啊 那我今天呢,也是专门看了几篇这个 各个投行和评级公司 还有分析师对AR的一个评级和预估啊 那根据Morningstar的分析师评估呢 呃,就是根据目前AR最新的 就是下调,下调,又下调的一个销售额的一个情况呢 公司的股价的fair value呢 目前,呃,他们估计呢是在9块3澳元 那今天的价格是5块6左右 那第二点呢,是过去一年啊 公司的97%的净收入 也就是Net Income,呃,是转为了Free Cash 所以说,呃,这个可以见得呢 其实公司对于这个资金的再投入 或者说资本的再投入的一个需求不是特别强 也就是公司它转化,呃,就是 这个收入为现金的一个能力是非常强的 基本上收进来,就是收进自己腰包里面了 也没有说,啊,我要再把这个钱再拿出来投资 然后再加赚下一笔钱 这个呢,通通没有 这个呢,其实也是AR作为现金大牛来说 它这么久以来 从5块钱呢,一直涨到20块钱的另外一个优势的一个情况 那这个也就是说到第三点 它优秀的一个财务状况 因为呢,它基本上没有外债 我看了一下公司是没有什么太多的外债的 直接收进来的钱 直接收进来的应该算是,呃,呃,货吧 我们说的这个原材料就直接可以成为卖出去的一个成本 所以呢,它是没有外债的 它也不需要说有很多的 像是很多建筑类的公司啊 或者说重资本的一个公司需要很多的一个资金的投入 才能去赚下一笔钱啊 必须要去买厂啊 买地啊,买牛啊 这些,它通通没有 所以呢,这个对他们来说呢 是低运营成本的相对于来说 呃,这个没有太多的资金压力的情况下 也是比较有优势的一个企业 那第四个呢,就是要讲到这个中国开放三胎三胎的一个政策了 那当然呢,其实呃,虽然我觉得还算是一个比较好的消息吧 尤其是对于A2目前来说 已经没有什么呃,连出了应该算是好几个月半年的一个坏消息 终于呢,迎来一个呃,这个像样的呃,好消息啊 就是中国开放三胎政策 那当然呢,现在很多人也都说呢 那这个中国开放三胎政策 呃,对于这个年轻人来说 他想要生的一个欲望到底强不强 或者说是不是能够真的改善中国人口老龄化的一个这样子的呃,情况 或者说能不能拯救一下A2这样子的情况 还打一个问号 那我个人觉得呢,开放三胎的一个政策呢 呃,那总比说完全没有好吧 这个是一个点 那另外一个点呢 因为我记得当时在刚刚开放二胎的时候呢 市场上或者说很多民众的接受度上面来说 还是有非常抵触的一个心理的啊 别人觉得啊,我就生一个就够了 那我生一个可能反而就是呃,没有太多的一个 太多的一个养娃的压力呢 那结果呢,A2呢,还是趁着当时二胎的一个政策的情况 呢,吃了一波红利 所以很难说呢,这一次三胎的一个政策呢 没有中国人愿意生 我觉得很多呃,包括就是相对来说 家庭条件比较好的一个家庭来说 还是会愿意去考虑生这个三胎的 因为现在其实更多来对来说 就尤其对于呃,这个呃,大城市有优质 这个教育生活资源的来说,就是很多人反而是 就说白了就是呃,有钱的可以生 反而相对来说中产阶级来说 反而不愿意生 所以对于很多这一部分愿意生三胎的家庭来说 他可能需要消费的或者说考虑到未来孩子要吃的奶粉 可能很多还是会考虑到国外一些比较优质的一个品牌了 所以说如果说A2在未来的三胎政策逐步落地之后 能够抓住这一群相对来说家境很富裕 有非常优质的一个教育资源 愿意生三胎的这些家庭来说 能够抓住这一部分的一个消费群体来说 那我觉得这样子的话 A2才有可能在未来能够重新打一个胜仗 或者说不能说完全是打一个胜仗吧 至少能够恢复到他目前的一个fail value9块3的一个价格 所以呢这个呢是我目前根据A2的一个情况初步的做的一些预测和判断吧 当然结论呢其实我个人是比较纠结的啊 因为我其实呢也有持有A2 那在他连连下跌的过程中呢 我也有不停的在补仓 并且呢我现在手里还持有着 我其实也是在经常跟我的这个客户朋友聊嘛 我说我就经常安慰自己 就当给孩子投资未来的一个奶粉钱了 因为我觉得其实A2公司还是好公司啊 就是我看了很多的这个分析师报告来说 他们并不觉得A2有任何破产啊 或者说这样子的一个风险 那只是说呢我还是我刚刚说的这个乌冲 乌漏风偏逢连夜雨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导致呢它的价格呢 节节败退 那我还是比较期待像就A2这种 尤其是能够代表澳大利亚 这个特色产品的这样子的一个优秀的企业 能够重新崛起的 那我今天准备的内容呢就到这边 那我们公司呢也简单做一个广告吧 我们其实有给客户朋友们提供非常多的一个中文特色的一个服务 像是咱们可能很多现在 呃维州的朋友都是lockdown在家嘛 应该有收到经常看到我们这个中文的早上的交易短信的提示 然后我们通过呃微信转发的短视频 然后每日财经点评的邮件 然后中文分析报告 以及呃直播线上讲课课堂 因为经常会听到咱们这个新朋友会问说 哎那你们跟其他的券商到底有什么区别 那这个呢就是我们的区别 因为如果在其他的券商的话 不管你在comasec westpack等等 我不相信有任何呃一家公司 或者说一家券商会给你们打电话 给你们分析一下市场行情 告诉你们最新的一个交易机会在哪里 对吧 那这个呢就是我们go market做的 那这个呢也是我们股评的一个模板 这边呢就简单给大家呃代过 那做一个免责声明 就是我所有的信息呢都是代表个人的观点 并和立场并不代表go markets 那大家呢如果有问题的话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然后呢待会呢我会看一下这个来呃回答大家好吧 那问答环节看一下大家今天晚上有没有什么问题 咱们问说这个CSL短期怎么看啊 CSL最近应该算是表现还不错的啊 呃从当时240多块钱 现在已经重新爬上了290块钱 也就是说涨幅有了差不多20%的一个涨幅啊 那也是得益于这个呃 呃也是得益于这个最近疫苗 应该是在维州铺开的速度是最快的 那迈克我记得在星期几的时候 星期一吧还是什么时候 他有专门还是昨天的时候 有讲过说CSL短期的一个交易机会 就是如果维州lockdown的话 唯一利好的一个公司应该就是CSL 那大家呢可以往回去翻一下 应该是周一吧 如果不是周一应该就是周二 昨天的不是周一还是周二我忘了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反正应该就是这两天离不开这两天的一个 呃 微信短视频也好 或者说大家在邮箱邮件里面去找一找也好 OK 然后OK 咱们问说AR被股民告上法庭 你知道啊我知道 我今天看了一下 我还没来得及把这个信息涵盖进去呢 因为我准备这个今天晚上的网课内容的时候 差不多弄到了五六点钟吧 然后我下班之前最后看了一下financial review这些信息的时候 我有看到这个这个新闻 这个AR被股民报告上法庭 然后是Slayter Gordon这个律师在负责这一项呃诉讼 因为说在AR过去从9月份到现在每一次呃下调这个呃这个盈利预期好像是有misleading的这样子一个情况呃 那具体的我大概我具体的我没有过多的仔细看 但是我大概看了一下是这样子的一个内容 对 嗯pdn有前景吗 pdn的话我们应该是在上个月吧 还是上上个月四月份的时候专门写了一篇关于pdn的一个股评报告 如果您这位这个感兴趣的话可以去去参考去参考一下 或者说问小助手去要一下好吧 然后有问说NAN怎么看 NAN的话最近股价比较平稳啊 没有太大的一个表现和短线的一个突破 可以看一下它的价格 因为NAN的话这个应该比较明显啊 这个最近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突破呃短期来说应该还是属于压力位置下吧呃30天 40天这些长期均线组的一个压力位置下 所以说比较有难 比较难有一个大的一个突破啊 这个是目前价格来说 因为公司也没有太多的一个公告嘛 所以说没有什么过多的信息可以更新的 怎么看CNO CNO应该不是一个大型的公司吧 这个话我了解的不是很多 然后另外的话应该咱们这个朋友有 关心黄金的 黄金最近价格不错 应该咱们大家都有关注到了吧 包括最近很多黄金股的走势也有不错的一个表现 那这张图呢应该是我上个星期三吧 跟Alan的那场直播有讲到说黄金的一个价格的一个趋势 包括如果咱们今天晚上听众有参加我们上个星期 星期几应该是上上个星期 星期四下午的 星期二 星期二上个星期二下午的在我们公司VIP活动 应该对这张图不陌生啊 当时呢我也是画了一条线啊 说的是这个黄金的价格 上星期二差不多是在5月10几号20号左右的时候说黄金价格1870已经突破了当时的这个压力未了1870的时候可以看涨 然后结果1870一下就一路涨到了19今天是1905嘛 就涨了30多美金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因为是之前是在三月份和三月初和三月底的时候 当时是黄金价格去出现了一个W注底 那再加上有出现了明显突破了1870的一个压力位的一个情况 所以呢当时是给出了看涨黄金这样子的一个趋势啊 那未来来说我的观点呢应该还是不变的 这个未来价格呢黄金还是会持续看涨的 那对于很多投行来说他们坚持还会看到说今年年底 黄金价格能够重返2000美金啊 那我这边呢也是拭目以待 但是呢目前在1905左右呢 我们可以看到1905到1910左右还是有一个比较强的一个压力位吧 我们可以看一下 1905呢到1910之间呢 还是包括1915之间吧还是有比较强的一个压力位的 所以短期来说呢 这个如果追高了朋友的话要相对来说比较谨慎一点 那之后呢可以等黄金适当回落的时候 咱们再考虑再来进场 对我看到咱们有朋友说1930附近有双顶压力 对咱们呃咱们投资者朋友还有还是呃有不少这个很厉害的人士啊 嗯 然后呢这个也可以给大家呢做一个参考啊 看一下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一个问题呢 我看到咱们有人问说NXL NXL说实话我了解的不是很多啊 所以没有办法给大家去做呃介绍了 如果您是我们这边朋友的话 明天可以跟自己的这个分析师来联系 然后来了解一下这个NXL 我们这边分析师也会给您回复 嗯 请问最近AMP的走势如何 我看一下AMP最近我还真的关注的比较少 嗯 对AMP的话从目前的图形上来说 还是依然没有打破他下行通道的一个压力 应该也是属于比较明显的啊 他依然没有打破他目前下行接到下行接接梯的一个压力 所以短期反弹来说是比较难讲的 嗯 然后说LYC LYC的话应该有讲过很多了吧 最近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更新讯息 反正基本上是在5块到5块5之间上下波段嘛 之前也有讲过他为什么价格有了6块多突然跌到5块多 这样就这个价格有一个这么大的一个跳空 也专门开过一个网课跟大家解释过 我这边就不再做详细的一个介绍了 然后关于Course Course的话 我上个星期我记得在直播新之三跟Illand直播里面有客户问说 那这次维州lockdown会不会有比较大的一个利好或者说什么样的一个影响 我说这一次其实相对于来说 呃利好就没有像是之前呃这么多了 我觉得是影响比较有限的 那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的股价的话 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改变吧 维州是在什么时候封城的 28号对吧 我们可以看一下 在28号的时候封城的价格呢 反而最近是下跌的一个情况 所以说基本上也是符合我之前说的 最近反而大家相对来说比较理性啊 没有什么太多的一个抢购的情况 再加上只是维州单方面的一个情况 所以没有太大的一个影响 但是呢要值得注意的是 如果啊我说的是如果 当然我也不希望这样的一个事情发生 但是呢如果说这一次印度病毒进一步发展到其他的一个州 那导致可能其他州也有lockdown啊 或者是更多的一个限制措施的话 那这个时候呢像是这种这个超市股呢 大家就可以关注起来了 OK那今天呢8点45了 那今天呢我们这边的这个晚上的直播就到这边了 时间有限 那如果大家呢有更多的问题的话 明天呢上班之后可以欢迎拨打我们公司的电话 那虽然呢我们现在是在lockdown 但是呢我们每个人都是在家办公的 中午哪怕休息的时间呢 我们也会有工作人员值班来接听电话 所以呢大家呢有任何问题可以拨打我们公司电话 03-865-8-0603 或者呢是联系我们的小助手 或者说自己的分析师 客户经理等等都可以 那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 最后祝大家的这个儿童节快乐 那我们大家晚安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